这如果要转档的话呢 我们来这边 在这边这个格式工厂面进来之后呢 这个也是可惜式的房子 不用换装 多多两下就好 我已经打开了 我看一下我没有打开 软体打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 只要你打开它长得像这样 都中文的 所以各位实际上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 你只要把你要转换的 打开把它丢进来就好了 你看我把刚刚我们 就是转档的 我刚刚放在这边 你只要把它丢进去里面就好了 把它丢到它的这个资料夹 我把它丢到它上面 放开 它就会问你 要做转换的动作 那么这个转换动作有分两个部分 看你是要直接做影片本身格式的转换 还是说我把 影片里面的声音抓住 这样你了解吗 影片本身的转换当然你就可以选择 看你要转的 比如说老师你觉得 我要转的Windows通用格式 我们就变成WMV 有没有 WMV 或MPEG 这个是Windows内建的 那个MediaTile就可以拨的 那如果你想要变成音乐的话呢 我们就来这边选 那音乐当然很显然 大家都是变NP站 对不对 你在这边就可以去选择说 我只要NP站出来就好 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在这个车账或者随伸器里面就可以直接拨 你按确定 就好 那预设的话呢他的输出资料夹 预设输出资料夹会放在我的文件夹里面 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选择说跟 影片来源同一个位置 我通常会这样做 就是同一个地方就好了我比较好找 所以我会在这边按一下 这里选一下 你看一下 你按一下这个 有一个叫做输出自来源档案资料夹有没有 这样我在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好确定 按开始 你也可以一次选择 因为他可以做辟出反法 好了 怎么那么快 好我们打开来看看 在 这边 好刚刚呢 影片是这一段 也没有一个NP3跑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不用了 好所以这个是 您在YouTube上 包括怎么找 下载 以及把它做选档的动作 最后呢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 怎么样老师自己去建立自己所谓的专属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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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